如果他的當事人是沒有撤銷過大任 他的律師是一定要堅守短困 繼續對他職責 今次他必須帶他自己的中國委員 他自己主動撤銷 這一點是很不尋常的 他必須要向他的當事人港大來解釋 究竟愛什麼他要撤銷代表 如果不合理的話 港大可以保持這個最高級的大任 包括可以在律師會投訴 還可以追究Marsida造成他的選擇 原本代表香港大學發信給支聯會 要求在上星期三前 將國商之處移出校園的美智律師行Marsida 早前聲明不再代表港大處理相關問題 懷疑是受到西方政客和多個團體施壓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法學教授傅建池 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學生之處是一件中聯的宣傳品 講解根據他們自己學校既定的政策 去處理和移走這個學生之處 就是為了防範中聯港的不合葬思想 在校園宣傳 對於Marsida律師行的相關表現 傅建池認為有不恰當之處 更加促請香港律師會主動介入事件 這次事件其實對於我們香港的經濟法律服務 是一個很強大的衝擊 作為一個Marsida律師行 他本身是我們香港一個很大的律師事務所 至於Marsida現在它是中途軌跡 我預計雙方不是承受不了政治壓力 亦都表現出根本就是政治凌駕了這個專業 Marsida的表現令人失望和廢陷 我覺得律師會就應該介入有關的事件 去了解一下事件的詳情始末 並且要求Marsida向公眾交代 同時律師會也要確保 律師會會員是沒有受到不合葬不必有的政治打壓 亦希望香港大學就不要被Marsida撤銷這個代表 而放棄了去處理國殤之處的事件 香港不僅僅一間Marsida律師學 還有很多律師學可以向香港大學提供專業的服務